我好努力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前途 能够给我哼哼他的歌词吗 美顺七嘴雷糟 把门门只对风中惊躁 愿望前路 这错要打得好 祝福你一生里生命一高 就是一直 很励志的一个歌曲 对 那浪子新生为什么你特别感兴趣 当然就是许冠杰 老师 因为他代表那个粤语歌文化转变的过程 也是带领粤语歌潮流的一个前道者 是 这个我看你讲到歌曲的时候 鲁鼠佳珍 这个陪伴我长大 是 那你为什么没在歌路上面先走一步 因为有镜子 那个镜子好像都告诉你很多人生的答案 好多 墨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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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的是觉得说这条歌路走不出来是吗 走不出来 我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有这个唱片公司 也有一份合约给我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毕竟观众的要求潮流 都是偏向偶像 对 几大天王 对 这样子 对 我试过 我很想当歌手 我很想唱歌 然后就我跟那个电视台的监机说 不如你在那个音乐节目 我做主持人 然后给我这个唱歌的机会 你越说 他们就越不给 但是你放下来 他们就慢慢给你多一点 给你多一点 我的偶像罗文先生 我有一次在后台 罗文先生他要表演 我就唱他歌 他跟我说 小枫 你好好保护你的赏 因为我觉得 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 你唱歌比我好听 真的吗 真的 我不骗你 然后就我 哇 好感动 我应该 你看我的样子 我怎么会成为歌手 但是他给我鼓励 就我觉得 我还是有机会的 幸好就是 大家觉得 现在我是歌手 所以你是一种就是 时代给我什么机会 能抓住我就做这个事情 对 应该就是最好的时间 就会 出来的机会 最好的安排 对 要做一个不同的林晓峰 因为现在不是一位演员 或者是主持人 而是一位歌手 你有计划在内地歌手发展到一段时间以后 做自己独立的演唱会吗 有 有 有 真的有 但是我觉得 就是要在对的时间才出现这个机会 当然 当然 好演员 好演员 好主持人 好歌手 如果选一个 别忘了 好